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让我们广大的劳动者们 向你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劳动创造幸福 实干成就伟业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 离不开辛勤劳动 不懈奋斗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将带您走进 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 来感受劳动者的奋斗精神 此外我们继续和您一起 打卡热门景区 感受这个五一假期 旅游消费的强劲复苏 这个五一假期 有一群劳动者 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挺进地下一万米 今天上午 我国首个以深地工程 命名的油气项目 深地一号越境三杠三井 正式开钻石工 钻井设计井深是9472名 这一深度将刷新亚洲 最深井的季度 深地工程 是我国地球深部探测领域的 重大工程 他的任务就是把深深埋藏在沙漠下 数千米的油气资源给钻探出来 因为目前深层 超深层油气资源 已经成为我国油气发现的主阵地 深地一号越境三杠三井 使用的钻机 整体高度是达到了50米 相当于近20层楼高的高度 工作台距离地面12米 面积约200平方米 隔百放大约1000根10米左右的钻杆 总重量超过了560吨 为了让您更好地去理解 三井的工作 我们借助了虚拟眼波式技术 制作了这样一个地层结构图 开转施工之后 将从新晋系开始 陆续穿越古晋系 白鳄系 三叠系等 最后到达澳陶系 我计算了一下 总共要经过9个地层 最后才能来到 9472米的油层深处 不过由于不同地层的 岩石的硬度不同 钻头钻进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新晋系 每天就可以钻进800米以上 但是到了澳陶系 钻半的时候 钻头每天就只能够钻进几米 在钻头向下钻进的过程中 有几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就是要及时地把钻下来的 岩石碎屑取出来 那怎么取呢 是通过一种钻井专用的液体 用这种液体把这些岩石碎屑 混合着一起给带出来 然后这些钻井液 经过净化处理之后 再注入井内去循环力 第二个就是要让钻头 按照我们设定的方向去前进 不能够偏 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 工程人员会加装一种 业内叫做旋转导向的工具 就像是给钻头装上了导航 那当这两户都完成以后 钻头就到达了指定位置 我们钻井工作就即将结束了 下一步就是要对钻好的井眼 来进行加固 然后要高压注入一种酸性液体 让它来腐蚀井下的岩石 疏通岩石内部的天然裂缝 从而形成四通八达的油气通道 这样我们找到的油气 就能够沿着这些通道 踩出到达地面 一口可用于生产的油气井 就基本算是完成了 按照计划 深地一号越近三杠三井 在一百七十天之内 将钻探到地下九千四百七十二米的位置 也就是油气藏身的空间了 这个深度也将刷新亚洲最深井的记录 今天上午的十点多 深地一号正式开钻 现在距离开钻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 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 古俊玲 俊玲 您好 今天一直在跟我们更新钻探工作的最新进展 那现在这个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 好的 上午十点钟的时候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 这个钻头按照预定的计划 非常顺利地进入了钻井 然后努力地向着地球的深处钻进 那么时间过去了也就两个多小时吧 它现在已经钻进了三百多米了 但是距离我们最关键的这个一千五百米的这个硬质沿层呢 还是有些距离的 那么既然我们的主角钻头钻杆已经进入地下了 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好奇 它在地下是如何工作的 那么我们特意做了一个三维动画的小片 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我们平常对这个钻井的认识呢 就是垂直向下一直打 一直打通打到油为止 但是随着我们对深地啊 特深或者是超深这个采油的这个钻井技术的进步呢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垂直打下去几千米之后 根据我们的需要来一个九十度的转弯横向的钻进 这样这个技术呢有两个好处 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含油层上方 有一个大山或者是有一个需要保护的这个生态的植被 我们不想去破坏它 我们就可以从远处垂直的打一个井 然后在地下几千米处呢 再横着掏过来进入这个连通这个含油层 这样就既要开了障碍呢 也不会破坏生态环境 另一个好处呢 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原来打的这口井的 地下的含油层呢 附近还有其他几个含油层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井和其他的含油层呢 横向的连通起来 由原来的一居室变成了多居室 这样只要打一个井呢 就可以实现几倍的这个效益成本呢 也是大幅降低 好了我们看好了通过三维动画呢 了解了这个钻头啊钻具啊 在地下的这个活动的情况呢 我们再到地面上来看一看 近距离的了解一下 我们的这个钻头 这个钻头呢是越接近地面 越靠上面的越大 越往下就越来越小 那么大的呢可能会有个500多斤 小的呢大概20多斤 可能一只手呢 费点力气都可以拿起来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外观上的钻头 它也是有些区别的 功能也各不相同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钻头呢 它除了本身钻头可以自转之外 它前面三个刀盘呢 也是可以这个旋转的 这种方式呢 它可以应对各种不同的这个地质 所以它是一种全面型的选手 我们再看它旁边的这个金色的钻头呢 它的齿轮是固定的 但是它的这个齿轮的齿上啊 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个最上面的两三毫米 这个位置呢 是非常硬的金刚石 它就特别善于针对那种硬质岩层 硬碰硬的跟岩石硬钢 而且它是速度型的选手 一天少则几百米 多则呢可以上千米 所以它是一个速度型的选手 那么说回来这个钻头呢 它是一个易耗品 我们打这么一口 9472米的深井呢 大概要耗费这么一排 大概16个钻头 那么这样一个易耗品 它磨损了之后 就往前可能就打不动了 所以我们打到地下 不管是几百米 还是七八千米 如果钻头不行了 磨损了 就得把这几千米的 手尾相连的钻杆呢 一起再全部抽到地面上 然后再解开 把钻头更换了之后 再把这么多根 近千根的钻杆呢 这个钻杆呢 再连接起来 前面装上钻头 再输送到地下 打回原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耗时费力的事 这个少则一两天 多则得三四天 听着就特别麻烦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 劳动者的节日呢 我们要向这些一线的建设者 表达崇高的敬意 另外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么深的井呢 就是包括全世界 不光是我们国家 全世界现在新发现的 这个油气储量 这个60%呢 都是在这个超深井 或者是特深井 也就是七八千啊 或者是九千以下的 这个地层发现的 特别是我所在的 这个塔利木盆地 那么地下八千米左右的 这个深井呢 油气资源呢 就已经超过了120口以上 那么总的储量呢 也是达到50多亿吨 所以我们目前大力的发展 这种超深井特深井的技术呢 还是特别的这个有必要 而且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好的 那么大概在四点钟的时候呢 我们会达到地下 一千五百米左右的沿层 到时候我们再次连线 为大家介绍最新的进展 宇通 颜柯 好的 谢谢俊领啊 确实越往下走 越是要啃硬骨头 我们知道这个超深井 他钻井工作的目标 是要挺进地下的一万米 这就相当于是一座 地下的注目浪瓣 难度是可想而知 是的 我们的技术在不断地创新 从以前打得难 到现在打得又快 打得又准 也是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 那我想大家也和我一样 特别想知道 井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为了全面展示 我国超深井建设 在这次的报道中 总台前方报道团队 不仅使用了数字 孪生技术 真实去还原 钻井工作的精彩时刻 而且还采用了 独特的工业鹰眼设备 分别对多口超深井 进行了跟拍 也首次拍摄到了地下千米超深井建设中 不同阶段的真实影像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口刚刚结束的松软地层 钻探的超深井 镜头是一路向下 可以看到到了地下 1100米左右 地层的变化也并不是很大 井壁周边的地层 看上去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井壁的表面有些坑挖不平 并不光滑 完成了这样的钻探工作之后 为了便于接下来的工作 一般还要将钢管放到钢钻好的井内 然后用水泥灌注到井壁和钢管之间 防止井壁垮塌 这是我们拍摄到的 另一口超深井的视频 它此时就已经完成了上述的工作 可以看到镜头在地下 这段730米长的套管中下降的时候 整个井壁其实非常的光滑 摄像头在其中穿行 就像是滑行在地下隧道中 时空现场的记者就告诉我们 这些画面拍摄其实非常不容易 因为在工作中 钻井是没有办法真正进行拍摄的 里面是充满了泥浆 记者也是看了跟踪了很多 在建设中的超深井 最终才是拍摄到了 刚才您看到的短短几十秒 来自地下千米的珍贵的画面 是的 就在跃进三杠三井开钻的同时 距离它往东大概260多公里的沙漠中 深地一号另一口钻井 顺北石斜井已经钻到了 8591米的目标位置 这一口钻井明天就要正式地放喷点火 来测试一下是否真的有油气流 现在我们总台记者信任就在现场 马上来连线他 信任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口钻井的勘探情况怎么样 宇童颜柯你们好 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这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 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 位于地面12米高的一个钻井平台上 历经140多天的昼夜奋战 钻井队终于把这口井给打好了 那么井下到底有没有油气 就要看明天的开井测试了 那其实在这样一个沙漠的环境当中 风沙天气是非常常见的 就在我们站在这里准备直播的这么一小会儿 大家看我的脸上包括这个身上 都有一层薄薄的沙子 可以说这里的沙子是无孔不入 咱们平常有句话叫 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这句话说的真的特别贴切 沙子一旦进到眼睛里面 眼睛就会特别疼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特地戴上了 这样一副防风沙的眼镜 那现在这口井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呢 它的准备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大家来看这里 这就是这口井的起点 也就是说是从这里通向 通向地下的八千多米的 是不是很厉害 当然打这么深的井并不是为了秀技能 而是因为在这个塔里木盆地 这个油漆藏它普遍埋藏的深度 都在地下六千米 甚至更深的地方 所以地质结构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我身边的这些钢管 它们是钻井用的钻杆 它们的平均长度每一根大概在十米左右 那我们从画面当中看到非常长的这些钻杆 是三根钻杆连在一起的 所以它们就是一根一根这样连在一起 一向地下打钻的 那这一口井一共是用了八百多根钻杆 有粗的有细的 越往下是越细 我们看这一片是这个细的钻杆 每一个钻杆上面都有特别的编号 我们看这个178 位于这个178的这个钻杆 这个细的钻杆 它就是最下面的那一根 也就是说它刚刚从地下八千多米 回来不久 你看地面 这个地下是高温高压的环境 它仍然完好无损 可以说这些钻杆已经完成 它们在这口井的使命了 可能接下来有新的井的时候 它们会有新的任务 那我们看现在这个钻井平台上 已经没有任何作业的人员了 因为这里的工作也就绪了 它们刚刚完成了另外一项 非常重要的工作 叫做酸化压裂 就在我们这个钻井的旁边 停了20台的车 这个车叫做压裂车 那每一台压裂车呀 都可以提供135兆帕 和2500马力的这个功率 这个数据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可能不直观 举个例子 这个单单135兆帕的这个压力 就能把水柱从地面 喷向高空的12000米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站在地面 能给高空当中12000米飞行的飞机洗澡 是不是很厉害 那可想而知 20台这样的压裂车 同时作业提供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刚刚完成的这个作业 也是为了使地下8000多米 这个油漆藏的缝隙 给它进一步地打开 把这个通道扩大 为了就是让地下的油漆流 像小溪一样 汇聚在一起越来越多 所以说明天这个测试的结果怎么样 压裂车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么现在压裂车的这部分工作 压裂工作已经完成了 地面的工人们正在拆卸设备 我们看他们也是干得热火朝天 其实此时此刻就在8000多米的地下 也是非常热闹的 刚才压裂车向地下注入了这个酸液 这一会儿酸液正在很严惩 在激烈的反应 咕嘟咕嘟咕的可能 就像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一样 非常的澎湃 也非常的期待明天的测试 那得知我们要来这里做直播呀 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是利用闲暇时间 特地在沙漠上用红色的石头 摆出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英文缩写CMG 来欢迎我们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 红红火火的三个大字 为明天的开景测试 带来好彩头 主持人 好的 信任 表面上看起来相对平静 但是地下却是澎湃激烈 我们的奋斗者们 在探索地下宝藏的这个过程中 真的是不断地在立下星宫 前方的工作人员们是 敢为人先 不断创新 一切的前期准备工作 都是为了明天放喷点火实验的成功 在这里我们也预祝他们实验成功 刚才这个段落我们给大家说了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中国的劳动者们 正在向地下的9472米进发着 在浩瀚的太空中 中国航天人的探索脚步 也是从未停止 在距离地球400公里外的 中国空间站 神州15号航天员乘组 已经载轨满五个月了 目前中国空间站的各项工作 正在稳步推进 为即将到来的天州6号 做好充分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再到江苏延城的一个建设现场看一看 千里淮河蜿蜒东去 多年来围绕疏通淮河入海水道 一系列制淮工程 加快推进 在武夷期间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 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 此刻总裁记者徐大为 就在位于延城市的一个施工现场 马上来连线大为 大为 跟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工程的最新进度是什么样的 好的 宇童严苛 那我现在就是在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 位于江苏延城境内的施工现场 那大家看我身边的这张图 淮河自西向东流入大海 在江苏境内 它的长度是162公里 流经的淮安和延城两个地级市 那现在图中 红色标注的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那再往下游50公里 就是淮河入海水道一期工程的入海口 那五一假期 现在在162公里的淮河沿线 很多的地方都跟我身后一样 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大家可以通过航拍来看一下 那淮河入海水道 它跟苏北灌溉总渠是并行的 那苏北灌溉总渠就是画面中间 最左侧的这一股水道 那画面右侧两股水道就是淮河 淮河中间是有坝梗隔开的 大家看我身边的这张图 这就是淮河河床现在的样子 可以看得出来淮河 白色的线勾勒的就是河床的样子 那可以看得出来淮河现在的河道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的 这两股水道中间是有坝梗隔开的 那二期工程就是对河道进行拓宽 它的宽度会增加到330米 这样一来 整个淮河的行洪的能力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那一期工程的时候 淮河的行洪能力达到了2000立方米每秒 而到二期工程建成之后 它的行洪能力将达到7000立方米每秒 那不仅如此 淮河二期工程建设的同时 还叠加了二级航道的建设 那二期工程建成之后 之前一期工程的时候 在淮安水利枢纽之下的淮河部分 大的船舶是无法通行的 而到了二期工程建成之后 2000吨级的船舶可以在淮河里面 畅行无阻流入大海 那其实在五一架下也是抢抓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天气 那在162公里沿线啊 很多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热火朝天的一个景象 就拿我身后的这一片施工区域来说 它的长度呢是6公里 现在呢同时呢就有100多台的挖掘机 和200多台的扎土车同时在作业 而且还有500多名的工人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 轮班作业24小时不歇 那这样一来啊 也是为了抢抓这样的一个持续进度 那像我身边的这些挖掘机 看上去个头不大 但是呢它一挖斗下去啊 它就可以抓起一方多的土 那这样的一个作业面 6公里长啊 一天抓起的土方呢 挖起的土方呢 就有12万方 那12万方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用它来覆盖一个标准的足球场的话 它可以雷起来16米高 大家可能好奇啊 这样呢这么多的土方啊 在工程现场怎么处理 其实呢在二期工程建设的时候啊 就可以就近就地取材 来加固河岸的堤坝 那像我现在所在的淮河的北岸 这一处地坝就是正在加固过程中间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用就近土方来加固的办法呢 也不是说直接可以把土方覆盖在上面就完事了 其实这个中间啊大有讲究 比如说我现在远处啊 大家能看到有一台翻根机 它正在翻根作业 这些就是新运过来的土方 这些土方啊首先要在这平整之后 然后再进行一个晾晒工作 晾晒呢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将土壤中间的含水量啊 降低达到一个标准 因为新挖起来的这个土方啊 它的含水量相对比较高的 在这一处标段呢 它的含水量大概是28% 所以呢这个晾晒之后啊 它的含水量要降低之后才能达到标准 像我现在的身边的这些工人啊 他们就在做一个什么工作呢 在土壤的一个采样 这个采刀的这样的一个土样呢 要送到实验室去检测 那检测的包括的含水量的指数 还有密度等一些关键的一些指数 只有在合乎标准之后 才能够继续的在这一层 30厘米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面上面 再继续的摊铺 所以这一处堤坝也就是在 一层一层的这样的探扑起来 每层的间隔呢30厘米 好像我们在制作这个千层蛋糕一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堤坝的加固工作 它也是严谨的科学的 也是为了确保重大工程的 这样的一个安全牢靠 那淮河入海水稻二期工程啊 是在去年7月份动工的 它是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建设的 一期工程呢 使得淮河上游的洪泽湖的防洪能力啊 它是达到了100年一遇 那二期工程建设完成之后呢 洪泽湖的防洪能力将提升到300年一遇 这么说吧 即使在二期工程建设完成之后 淮河流域发生历史上面最大的洪水 洪泽湖的水位最高水位 将降低0.77米 不要小瞧这0.77米 它可以使下游的制洪区的面积啊 减少440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受影响的人口数量 会大大的降低 那五一假期啊 很多的人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 它也是为了抢抓 持续进度 那使得一些水利工程 包括河段 在主汛期来临之前呢 能够投入使用 发挥行洪作用 确保一方百姓安宁 好的 宇童 颜柯 我在严陈现场啊 的观察 介绍就到这里 是的 大为 你看啊 提高这个行洪的能力 改善航道的条件 确实对于淮河流域的 社会经济发展 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没错 彻底打通淮河入海的通道 也是一代代水利人 接续奋斗的目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长江边的工业城市 武汉去看一看 武汉的阳四港码头呢 曾经是长江的第一大港 这座见证过 长江黄金水到辉煌的 长江码头一度被废弃 但如今呢 有了新用途 下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 去看看 旧貌换新言的阳四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和险情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荒废的码头呢 环境脏乱 周边居民呢 靖江 南清江 江城武汉 英江得名 英江而兴 两江交汇 三镇鼎立 造就了武汉特有的城市格局 2020年底 武汉启动百里长江生态廊道项目 涵盖长江 汉江岸线 总长396公里 2023年初 阳四港都市梯台完成叠变 正式开放 我们主要呢 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用一句话概括呢 就是防得住洪水 看得见长江 记得住历史 在提高城市防洪能力的同时呢 弱化了江滩 低沉之间的界限 另外呢 我们对整个高庄平台呢 进行了景观打造 使我们市民呢 能够更好的享受 青江 近江的乐趣 虽然这里已经变成生态公园 但还保留了不少工业遗存 脚下延伸的铁轨 是孩童们游玩的乐园 而旁边叠放的集装箱 成为拍照打卡的网红景点 而这座巨型龙门吊 被保留在了广场中央 并改造成水幕电影的放映机 一到晚上 龙门吊的横梁上 会源源不断地喷出排排水幕 流光溢彩的水幕电影 与夜空将景融为一景 如梦如幻 阳四港都市梯台 敌房全长约两公里 建设面积近23万平方米 分为艺术活力 滨江绣场 科普传承和文化交流四大片区 这里既有属于小朋友的 儿童户外游乐区 也有成年人喜欢的步道球场 可以说 无论是父母六娃 还是朋友聚会 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感受长江的魅力 在艺术活力片区 一共是有六片3V3的场地 和一片标准的篮球场 戏剧脸谱的造型 可以说是吸睛度满分 不少篮球爱好者 都爱在这里尽情地挥洒汗水 球险于地板的摩擦声 应求过人的碰撞声 与周边观众的欢呼声 长江奔涌的流水声 形成了独特的交响乐 这边风景比一些室内的篮球场 会好一些 空气也会清净些 感觉会凉快很多 打球打热了 还可以吹一下江峰 感觉很凉快 而且这边的风景也非常不错 一般都是纯色的 这边脸谱 对我们来说 还是比较新奇 比较有趣的 从传来传往 到少人问津 再到现在游人如知 阳四岗见证了工业文明下的城市变革 也印证了长江大保护的江城作为 出下时节 让我们一起来阳四岗都市梯台 打卡吧 他已经在拉高了 中文明再继续排统 就知道了 再给大家去哪儿 一定要再来 阳四岗都市有种 有种族 再给大家看 找二十万 让我们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600万人次 计划开行旅客列车是10815列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 各大景区继续迎来客流高峰 杭州 上海等地也是加强了客流疏导的工作 在山西 杭山玄空寺因齐县的建筑风格 一直受到游客的青睐 这个五一假期 恒山玄空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感受北越恒山的自然风光 还可以一睹空中楼阁的风采 然后亲眼看到了玄空寺的感觉 和以前在网络上看到的图片一样是非常显峻的 但是亲眼看感觉更加壮观 在云南丽江古城 玉龙雪山 卢沟湖等景区 游客络绎不绝 傍晚的丽江古城灯光 篝火绚烂 每一条街巷都是人头攒动 游客纷纷加入当地的舞蹈活动中 体验不一样的民族风情 五一假期 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客流 车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日均客流达到6万人次 单日最高车流超过9000辆次 创下了大桥开通以来 车辆通行最高记录 相关部门提前部署 确保口岸通行安全顺畅 随着天气转好 杭州西湖景区迎来大客流 假期的前两天 杭州西湖景区迎来客流量超100万人次 是去年同期的7倍多 4月29号当天 断桥客流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50% 为了应对大客流 断桥外围增设了客流缓冲区 采取分流措施 从4月29号中午起 上海南京路外滩等地客流量开始明显增加 晚上7点半 外滩冰水平台顺时客流达到4.5万人的峰值 大家往前走 不要逗留 多个路段 路口 再次开启开关式过马路 宁静排成标兵线 分隔车辆与人群 随着红绿灯的变换 将马路开开关关 引导游客有序过斑马线 确保行人安全 上海育员向来是游客的打卡地 这个五一假期 育员同样迎来了客流高峰 为了应对前来观光的大客流 仅区在保障游览安全的同时 也是推出了更多的游园项目 此时此刻 总裁记者魏然就在育员的核心区域 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魏然你好 现在育员的客流情况如何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严苛与童 那我现在就已经在育员最热闹的九区桥边 那今天也是五一假期最热的一天 上海的最高气温是要达到29度 同样高温不减的 当然就要数来到育员参观的 所有游客的参观热情了 那从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数据显示 29 30号前两天 整个预员的入园人数是达到了50万之多 那此刻通过我们的镜头 大家已经能够看到 九区桥上的游客是摩肩接种 那为了应对今年的大客流 辖区内黄浦公安是提前在上桥处 设置了蛇行通道 让上桥的游客能够提前有序排队 产生一定的缓冲 保障客流安全 在现场我们也看到啊 也有民警在瞭望台的高点 时刻观察客流变化的情况 那目前呢 整个九区桥是采用了 从南向北单向通行的 在九区桥的每个折取处 还加派了安保人员 维持现场秩序和疏导人流 那可以说游客虽多 但整体还是在缓缓的前进 有序参观 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啊 走完这一趟九区桥 现在大概是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今年九区桥区域的景观布置 也是别具匠心 整个湖面现在是充满了花卉装置 里面既有古代神话山海经当中的 奇花异草 也有春日盛放的牡丹 寓意盛世安康 还有海棠 康乃兴等等一系列的花景 游客们徜徉其中 仿佛置身于仙境当中 那在这里游客们逛累了 还可以在湖心亭上喝一盏茶 看一看风景 老城乡的古浦 与浦江对岸的摩登的天际线 相应陈聚 同框出现 那现在不知不觉啊 已经到了吃午饭的点 我们从育园内的部分餐厅了解到 这两天高峰时段进店排队 需要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餐厅的包厢更是一房难求 提前半个月的时间就已经预定一空 很多人来到育园啊 都要品一品 有着百年历史的南翔小龙 是一只绿波廊里的传统点心 餐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今年五一假期 一家老小一块出游的家庭 是明显的增多 因此大桌的预定量是最多的 此外 今年外地游客来到育园消费的 也特别的多 各家餐厅呢 也是抢抓这一波旅游消费的热潮 服务人员全员在岗加班 截后再适时的安排他们调休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预员呢 除了适合逛吃 现在正值上海 五五购物节启动之际 人们买买买的消费热情 也是空前的高涨 今年的五五购物节期间 预员将围绕旅游 健康 亲子 餐饮 美妆 时尚 珠宝 等等不同的消费场景 在网络支付平台 就要发放15亿元的消费券 尽量能够让所有的消费者 多享实惠 园区现在呢 还为游客创设了 艺术游园新体验 与很多的青年艺术家 一道推出公共户外艺术展览 打造最美艺术橱窗 现实艺术商店等等 我们在这里发现 假日期间这里不少的艺术装饰 都是以花作为主题 这也很符合春天的氛围 你看像这样一个 长满了鲜花的巨型的万花筒 有如礼花般绽放 就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驻足体验 仿佛是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那同时在繁花台上 也是花团锦簇 人们到此真香合影 如果你感兴趣 还可以买到花朵装点的头孤 精心的装扮一番 所以说现在园内放眼望去 处处都是繁花似景 春意盎然的风景 那总之在整个五一假期 园内的消费体验活动 也是精彩分成 就等您前来 亲自打卡 出车 好的 你看现在景区 为了吸引游客 也是创新了很多的旅游新业态 让一些老景区 有了一些新的乐趣 没错 这样游客体验更加 景区也更具价值了 没错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 山东泰山景区的消息 五一假期以来 进入泰山观光的游客 已经超过了18.5万人 今天泰山景区的门票 已经预约满 景区也已经停止预约 今天的门票 为了应对大客流 泰山景区在中天门 南天门等区域 启用了39个分流疏导站 和几百米的分流盘道 来引导游客分时入山 错峰游览 四川乐山大佛 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也是著名的旅游景区 悠久的历史文化 壮观的自然景观 让众多游客分至他来 现在我们的总台记者蒋灵 就在乐山大佛景区 马上来连线蒋灵 蒋灵 上午的直播中 你也说到了 一大早 这个乐山大佛景区 就有很多的游客到来 那现在的游客情况怎么样了 好的 颜柯和宇童 欢迎各位和我们 继续来关注假日出游 实际上从今天早上的 八点钟开始 今天乐山大佛景区的 2.8万张游山区的门票 就已经全部预约预空了 而且从今天早上七点半 整个景区开源 应该说一直都是在这种 高位运行的状态当中 可能很多人关心 这2.8万张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这是综合考量了景区的承载能力 并且重点考虑了 像乐山大佛这样的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文物保护的需求制定出来的 那说到文物保护 在乐山大佛的景区 2021年景区是成立了 四川省的第一个石窟研究院 重点对于像乐山大佛 这种一风化的 实质文物的保护 去进行研究 而且2021年 还对乐山大佛一侧九曲战道 及其微炎体的发育 进行了综合的勘测 那么专家给出的评估意见 就是九曲战道 实际上也是和乐山大佛 同时期修建的具备 相当的文物价值 再加上威严的发育 以及长期游客通行的这种磨损 所以给出的专家建议 就是九曲战道暂停开放 那么现在大家在这个假期 来到乐山大佛 该怎么去游览 实际上今天可能乐山大佛景区 有一个很重要的汇聚点 就是梭罗沟的这个游客排行点 的确从这排行一直到佛脚的平台 等待的时间还需要一点 那为了更好的提升游客的体验 景区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在游客量特别大的地区 是加固了这种围栏 并且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 还会有专人去进行指手和提醒 并且考虑到游客在这种露天等待 可能有大太阳的情况 还增加了可以遮阳喷水的这种遮阳伞 并且还有疏散通道以及临时的厕所 其实五一出行的确很多的地方 需要花一点等待的时间 但是我们通过努力 希望把这种等待的 这种舒适度能够有所提升 好的 说到今天乐山大佛的游客接待 我们说到今天持续是在最大接待量 2.8万人的角度上运行 而在这个乐山大佛 今天除了游山区很热 其实游船的热度也非常的高 通过我们现在空中航拍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啊 乐山的天气非常的好 蓝天白云之下 我们看到无论是陵云山的绿 还是江水的这种清澈以及绿 都是这个季节最美的风景 而且在江面上游船穿梭 今天早上游船的船票 就卖出了八千多张 而且呢 今天下午 预计还有八千多张 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 几乎也已经到了 这个游船项目的最大承载力 看得出来 五一假期的第三天 伴随着短途旅游和长线旅游的叠加 很多的景区正在迎来这场大考 希望他们的比赛成绩和考试成绩 能够好一些 好的 时间交换给北京 我们将会继续驻守在这里 好的 蒋灵 我们也希望这场大考 能够顺利地通过 陕西西安呢 也是今年五一假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这两天西安城墙景区 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 假期里啊 西安城墙平均每天接待游客 达到5.5万人次 今天呢 这里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总裁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西安城墙景区的永宁门 今年五一假期 西安城墙景区也成为 全国热门的打卡景点之一 根据景区介绍 这里平均每天接待游客 5.5万人次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 西安城墙景区实行 实名制预约入园 游客可以通过西安城墙景区 官方微信小程区 提前两日在线上进行预约购票 出示购票二维码后进入景区 城墙景区开放了9处登城门点 其中长乐门 安定门 安远门 文昌门 寒光门及西北城脚六处登城口的闭源时间 从平时的下午6点延长到了晚上8点 而永宁门 中山门 建国门三处登城口的闭源时间 为晚上的10点 由于永宁门区域的客流量较大 所以城墙景区将雾木门设置为临时的下城口 时间为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 为了保证游客的出行安全 满足更好的旅游体验 城墙景区每日最大的承载量为7万人次 顺时最大的承载量为2万人次 在临近最大承载量时 将采取临时限流的疏导措施 坚守岗位 彰显责任担当 在新疆马伊塔斯风区 有一支服务队常年坚守在这里 它就是塔城公路管理局组建的 雪莲花抢险救援服务队 马伊塔斯风区一年中8级以上大风天气 多达150天 是世界罕见的暴风雨灾害地带 但这里又是连通新疆南北的重要通道 90后驾驶员李长青 是服务队里最年轻的队员 12年来他参与救援700多次 与风雪抗争保障道路的畅通 今年李长青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气温回升正是公路养护的好时机 这些天李长青和雪莲花抢险救援服务队的队员们 李长青他们正在维护的这条道路 是马伊塔斯风区重点防护的路段 魔鬼风区的风有多大 这段原声可以带来直观感受 进入冬季 狂风裹着暴雪 经常会带来车辆滞留 旅客被困 如果救援不及时 车辆熄火后 很有可能出现 私城人员严重冻伤的后果 把路放在心上 是师父和李长青说的最多的话 有我们在 就要让手困群众多一份安心 我希望我的徒弟们 能够在健康的环境里 好好磨练自己的意志 不怕苦 不怕难 不辱实名 不负所托 每年11月开始 李长青和救援队的队员们 就要24小时待命 随时准备 在这100多公里的风雪路段 展开强险救援 让李长青终身难忘的一次救援 是在2021年1月 当时 省道201和省道318 马伊塔斯路 遭遇13级大风袭击 途经的100多名私城人员 全部置困在风区 接到救援电话 李长青他们驾驶6辆寻道车 迅速赶赴救援现场 那场风也是我 上班十几年来 遇到过最大的一场风 心里面也是特别着急 李长青就想赶快找到这个被困的这个私城人员 我们知道这个白毛雪它多厉害 它要是一旦下车了 可能走出去五六米 它就再回不到车上来了 所以在这么极端的天气情况下 多在分区里面待上一分钟 就多一份危险 在救援返回途中 由于风势太大 有时前方的能见度还不足一米 李长青他们只能凭着勇气和经验 小心驾驶 一步一步摸索前行 有几次救援车险些开下路机 情况十分危险 这也让李长青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死亡的危险 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救援 滞留人员全部安全驶离风区 特别害怕 一把手伸出来 你连自己的手掌都看不到 就那么大的风 它就分不清方向了 我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 就是人在前面带路 就带着车子 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 把他们从这个风雪中救出去 他们平安就是守护一个家庭的平安 一切都值得 经历了这次危险救援 也让李长青终于明白了 同是抢险救援对驾驶员的父亲常说的 救援工作并不是救出一辆车那么简单 而是守护万千家庭 在李长青童年的记忆里 父亲李建成长期驻扎在魔鬼风区马伊塔斯 一家人常常不能团聚 一旦上了抢险车 把一个安全全的带进来 它是我们工作的动力 选择这个职业尽力去干 干好吃苦耐劳的风格不能丢 2011年大专毕业后的李长青追随父亲的脚步 成为塔城公路管理局 马伊塔斯防风雪强险基地 最年轻的强险队员 一次次参与强险救援 也让李长青渐渐体会到 父亲34年坚守的不义 不忘父辈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 李长青又把创新 注入到新时代的强险工作中 这些年不光熟练掌握驾驶技术和道路维护 李长青还成了塔城公路管理局 最年轻的全能机械操作手 大型挖掘机 自卸车样样精通 最近李长青和同事们 刚刚完成了除雪车 洒铺箱溶雪剂松动器的技术革新和改造 给驾驶员在雪地强险救援 多了一份安全保障 分区里面强险 有的时候就是几厘米的误差 所以说是一定要精 我们现在的设备也越来越先进了 也越来越智能化了 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去学习 才能更好地掌握机械的性能 在强险工作中才能做到得心应手 12年来 李长青先后参加 风区的强险保通工作700余次 被全国总工会授予 全国武艺劳动奖章 在新征程上 李长青说要发扬劳魔精神 继续做好群众的平安守护人 抢通是责任 保畅是使命 干我们这一行责任重大 一定要做到险情面前绝不退缩 全力以赴 确保过往群众安全 我们一定要立足岗位 勇于创新 拼搏奉献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新职业 整理收纳师 可能很多人都会问 整理一下房间 叠叠衣服 收纳有什么难的呢 但是对于整理收纳师来说 他们收纳的是物品 整理的是人生 哈喽大家好 我是整理收纳师金金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 整理收纳师的工作现场 看我们的工作场景呢 很多人会觉得 整理收纳师呢 就只是叠叠衣服这么简单 但其实呢 更多的时候 我们要解决的是 人物空间的问题啊 我们知道很多人 他会不停地买买买 所以呢 放不下怎么办 又或者他的东西特别地乱 那要用的时候 总是找不到怎么办 那比如说家里有了孩子 有了二胎 这个时候老人又来 帮忙照顾孩子 那一大家子的物品 要一起用 那取舍和摆放听谁的 所以我们会面对 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矛盾 那解决起来 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第一步你要去预采 跟每一位家庭成员 去做沟通 然后接下来呢 第二步就是 真的要去到客户家了 我们会把所有的物品清空 全部放在一个区域 去做好我们基础的分类 比如说 如果我们非常难取舍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排序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喜欢的衣服 从一二三四五这样排下去 那你慢慢大概知道 排在末尾的这些衣服 其实我已经不喜欢了 它在占用我的空间 造成了我眼下的困扰 你能够感觉到 他和他的家人 从整理的过程 他们可能还有一点发愁 那到整理的 慢慢我们有了效果 所有的东西 简然有序了之后 他会非常的开心 你能明显感觉到 他心情的变化 上面就是左边是抽纸 右边是卷纸 对 里头的整箱就没给您拆 然后如果您平时有一些纸袋 比较好的可以放这 那袋子一定要放在这个消耗率高的地方 就随时能用的地方 它就不会囤太多 你会觉得 你真实地为他解决了 很久以来一直困扰 他们家庭 每个家庭成员的这种难题 你会知道 即便你从这个家里走出去的 之后的每一天 他们都会因为你的努力 在生活上更高效一些 他们和家庭成员的争吵 会更少一些 这个是我们能 非常真实地感知到 我们创造的价值 张玉东是一个美术专业大学生 有自己的艺术工作室 大家每天忙于创作 工作室变得越来越乱 前不久在整理收纳师的帮助下 工作室终于摆脱了这种 杂乱不堪的状态 他们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小视频 来纪念这一次整理和收纳 他想记卷交代是咋回事 这些找不到的时候买的 那这些呢 这两个都找不到的时候 我就多买了记卷 那这些呢 这些都找不到的时候 我就多买了记卷 咱们以后这样 把所有的交代都放在这个箱子里 谁也没说找不到 我也 箱子放倒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决定系统能收纳一下 于是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 整理收纳师毛毛 哈喽哈喽 收纳呀其实没那么复杂的 先把所有的东西都清清出来 告辞 通常的收纳比如衣服 可以按照季节 颜色 穿戴品率等进行分类整理 但是工作室的收纳 只能分为我俩都认识的 比如这是正常穿的高跟鞋 或者是毛毛不认识的 像这个 速度超快 只塔利用的粗绒枪 当然 还有我俩都不认识的 比如这个 看起来是个角度模型 其实是双拖鞋 怎么还有马桶呢 新职业从小众走向大众 是社会化 分工精细化 和人们生活观念转变的结果 今后呢 我们的生活中会出现 越来越多的新职业 而这些新职业 也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美好 美好生活 劳动创造 这个五一假期 有2.4亿人次出游 大家能够乐享假期 离不开各行各业 每一位仍然坚守岗位的劳动者 此时此刻 在祖国的各个地方 还有很多劳动者们忙碌着 他们用肩膀扛起责任 用汗水权势担当 再次向他们致敬 那明天同一时间 美好生活 劳动创造 我们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